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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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你放三次交代的战俘名单前后不同意 是因为他们回到公共产党所家的地理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 一九五二年五月七日 聚集到第七十六号战俘营发生暴露 随后在五月十日发布的科尔森杂夫 明确地承认了发生在逆方战俘营内 联合国军士兵杀害战俘的流血事件 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说的紫园 这是 như灸 daylight 这因为再曾经上促在纸达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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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brafiff的借炮分身 祝圣诞的字幕 可是我们中国人 根本不过圣诞节 而且经过我们的调查 有四张卡片的字迹 出自同意之笔 我们没有基础的信息 所以 我们没有谈论什么 我建议 我们一定会延续这些谈论 谈论的谈论 让我们的码码和码码 谈论的谈论 既然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 那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 我决定无限期修会 让大炮和炸弹去辩论吧 李部长 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 我想去趟聚集岛 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美方恐怕是不会呆 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 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 李部长 虽然谈判还在继续 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 您就让我去吧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 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是 好吧 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峰在十五军的表现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你们是想对段显峰做一次内部审查 是的 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 我配合你们 段显峰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 很好啊 详细一点 详细一点 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 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 他和长大有两个人 带领两个派 阻击了每二十五师四个小时 被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我相信每二十五师的实力 你们也是知道的 我知道了 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 军长 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峰 他有什么问题啊 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 先过来摸摸底 已经发调令了吗 调令倒是还没来 你什么态度呀 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 也表了态 但是 您的态度很重要 我的态度 是啊 那您看 为什么 Guangxi 但参谋 您这 碰了是啥呀 啥材料这么多啊 心情不错啊 段参谋 都唱上了 我跟你说 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啦 我知道了 所以我得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完 接下来还不知道去哪儿呢 希望是去前线吧 你真想去前线啊 当然 不然我来十五军干什么 你找军长聊聊吧 段三毛真要糟了 段三毛 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 把我带上吧 你是军长的兵 又不是我的兵 我将来去哪儿也不知道呢 刚才您哼那歌儿挺好听的 军长 车坏了 你上来 打着火试试 打不着 好 这美国车啊 性能就是差 还是德国车好啊 你不是美国通吗 你试试 行啊 你小子 这不愧是个美国 这熄火 熄火 多费油啊这样 这不愧是个美国通你啊 雕虫小技不知一体 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 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 了解每一辆车 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 这话呀 在美国行得通 在中国就是个屁 一九四一年 在美国工人里边 人均工资啊 一个月一百一十四美元 两个月的工资 就能买一辆二手福特车呀 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 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 收拾收拾 美国人自大 帽子 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 都会觉得踏实最对的 所以啊 段三摩 我得提醒你啊 这举例子啊 比较恰当 你说车 很多人听不懂 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 庄稼 庄稼 对 庄稼 枪 粮食 这大伙都听得懂 是 说说你的事 我就是想留在十五军 没别的其他事了 留在十五军 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 准备走调动流程了 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了 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 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 那你教教我怎么办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赢吗 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留在十五军火线上立业 我是明白啊 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 告诉兵团来的人 我现在可是在十五军啊 他们管得着我 再说了 军长还没发话 军长不讲积累啊 水 水 要不你写一份请占书 早都写好了 就是一直没教 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道之前 就跟我说过 一计抵万军 所以我就纠结 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 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 但其实您知道的 我更想上前线 所以就写了这个 首长好 你是老师 助教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 如果时间充足 我会写得更好 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 我会分析得更详细 更具体 你叫什么名字 段显峰 十五军勤机委 今天我们先讲 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 最小的安全距离 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 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 在美军中 通常以百分之零点一的 失能概率 作为计算单位 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 盟军把安全距离 从百分之零点一 调整到百分之十的 失能标准 那就大大地缩短了安全距离 比方说海军炮 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 是七百五十米 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 百分之十的 失能范围以后 安全距离缩短到了三百二十一米 这样让登陆部队 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 大幅度地降低了伤亡 这美国老的胆子也是够小的 这一个安全距离 都得需要六七百米吗 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 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 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围兵团的时候 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 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 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 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 当时两军的距离 只有一百多米 是这样吗 秦军长 大炮上刺刀 那是相当实用 但是把炮当枪使用 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邪漏 同志们 这都是打了二十多年仗子了吧 不到万不得已 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上刺刀啊 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圣用 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 都是初晓的夜 如果距离远的话 那弹道就截不准 为了能提高准确度 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队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 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 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 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 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 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 可照你这么说的话 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啊 是的 但是因人而异 消息一下 这原因 负空人 遍不错 我估计是不可协定的 一 tylko一只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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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只 一只 你一只 一只 四只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 复巢作战 你 在军政大学 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 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 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在学校当老师 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祖国新生 我愿以命守护 这事这样办 你先到警卫连报到 就这样 就这样 怎么办啊 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 你放心 我是老司机 你回头跟参军再说一遍 好 秦军长 三兵团兵团不晚都下降报到 是 段显峰的事 是 兵团的调令 已经来了 调令已经发出了 这小子现在 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 将来呢 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 当然 你们要是觉得不妥 我再把他叫过来 但是我要说一句吧 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 让战事更成熟呢 我让他来 找他 我 你也要知道 我 看他 他在这种事 那是 他 你也要在这种事 我 你也要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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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 来 军长 我们的391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 出来了 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 然后发给至私和兵团 是 孟建民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 391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 我在王副司令那儿是立了军令状了 执行任务这四百个战士 给我精挑细选 思想合格 纪律过硬 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晚 明白吗 明白 高地拿不下来 你这个团长也不要干了 回家报孩子去 是 报证我任务 网友 帮助我 不过来 下周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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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来 我认识你 好 我认识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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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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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